我们今天发起的公投主题很简单 叫做核四烂账 我不买单 全民公投 所以我想我们先喊一下我们今天记者会的口号 核四烂账 核四烂账 我不买单 全民公投 因为执政的错误的政策 及极端团体的胁迫之下 由核四停建所产生的2838亿以上庞大的负债 还有电力不足所衍生的相关亏损 全民拒绝政府及相关单位 用调整电价或者加税或者增加预算等等各种方式 要求全民买单 在2012年的时候呢 监察院就有周正行政院经济部和台电公司 他这个当中的人是怎么说的 他是说核四110天的停复工 仅记录复工后直接增支经费 及使用高价火力发电支机会成本 损失就已经高达了1870亿 各位啊 2012年损失就高达1870亿 而这损失的金额呢 尚未考量国家信誉等伤害 可见核四停建的决策是草率不当 造成金人代价 而这个代价将由全民来共同承担 民进党没有告诉大家的是 再生能源就算盖了再多 他永远不会是一个稳定的能源 我们总是需要一个稳定的能源 来成为台湾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后备 我们今天发起功德的目的 就是要让该负责任的人 必须要出来面对 该负责任的人必须要出来负责 不能老是把全民当作永远可以拿来用的提款机